大家好 前面陶海兴老师给我们讲述了 艺术的书法 文化的书法和生活的书法 那书法的表达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书法有哪一些表达的方向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听 那么我们再讲书法的表达 书法的表达 先说它一个前提 书法表达的是一个人的心性 大家知道人的心智性格等等 那么这个书法表达的过程中呢 有三个方向 一个是书法作为一种 人们喜欢的艺术形式的话呢 它在 表达人性 它在表达人性 在表达人性的过程中呢 它有五个层面 一 艺术 或者说是审美 它直接表达的是艺术 是审美 它直接表达的是 表现的是它的技术 我写字写到什么程度了 我用我这个技术表现出来 在欣赏者看来说 他是个初学者 他的很老辣 他多年了这个研习书法 这是第一种表达的 二 他表达的是一种文化 它是靠文本来表达的 比如说这个书法作品的内容是唐诗 他可以写他最喜欢的唐诗 可以写他喜欢的诵词 基督徒可以写一幅圣经里头的这个这个片段挂在墙上 佛喜欢佛学的人可以写新经经文挂在墙上 它是一种文化状态 一种文本的支持 第三 修养 书法家 通过作品来表现自己的文化修养 这个整个的这个知识修养 就是我前面说的修为 第四 情感 人在情感的世界中生活 他是一个一个人是一个对世界充满爱的人 或者说乐观的人还是一个悲观的人还是个沮丧的人 他总是有很多情感 他对别人是包容的还是挑剔的 他是自己特别愿意显示自己 还是温良恭敬让的 所有的这些和别人相处中间表达出的自我体感 都在作品 都是他人性的一部分 第五 情绪 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 他的情绪是不同的 所以书法是不可能复制的 一个书法家一个人写了一幅字 你让他再写一遍 他就不是那个原来那个作品了 书法这是最奇妙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说画油画 特别一些古典的油画 你可以灵膜 一直一直细抠出来 刚才说到莫娜丽莎了 还可以画出来非常漂亮的莫娜丽莎 但是书法你不可以复制 不可能复制 因为你的情绪变了 就是哲学上讲的 你不可能同时进入一条河 或者说你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 这意思是一样的 王羲之写蓝听序的时候非常高兴 微醉喝了酒 写完蓝听序 第二天睡了一觉起来 很高兴想再写一遍 怎么也写不好 所以书法的独特性就是不可以复制 因为它的情绪是变化的 那么这是人性的这一部分 它的另一个方向是动静 不可否认 人是通过文化滋养的文明包装以后的动物 人的动物性是存在的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近年来泛滥的很多丑书 搞怪 故意搞出肮脏不堪的丑书 还有中国书法的传统是写吉祥题材的 有些人把骂人的话写成书法 号称是书法 这表达的是动物性 这个所谓的书法作品丑陋不堪 肮脏不堪 再说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文化大革命 写大字报 大字报里头把 写的时候我刚才讲感情和情绪 在大字报里头发泄 对这个受批判者的这种愤怒 然后一边写一边那种夸张了的叹号 拿墨写完以后把人的名字拿红笔 打了叉子等等 都是人的丑陋的动物性的表现 这种攻击性 这种比较残忍的迫害性 书法是有可能表达的 这个方向是很可怕的 人性的生活 为了避免说它是宗教的人 当然宗教的有设计 它的神圣性 我们说 一个书法家的作品 从人性升华到了神圣性以后 他就是万古流芳的书法家 严真卿 继织文稿 王羲之的蓝亭旭 苏东坡的 苏东坡写的陶渊明的 归去莱西茨 赵孟福写的苏东坡的 赤壁缝 都具有神圣性 都有神性 这种作品 它的神性就是体现在 几千年过去了 几百年过去了 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仍然会被感动 你的情感和精神会穿越千年的历史 你会感动 你会流泪 严真卿的侄子被叛军杀害以后 严真卿忍着悲痛写出来的 继织文稿 写的不好的地方 拿毛笔 划掉 有个墨疙瘩 那种愤怒 那种悲愤 它是具有神圣性的 可惜我们现在有些搞书法的人 也写篇东西 写了三行 故意涂掉 追求一种形式上的 古人也把字涂掉了 我为什么不能涂呢 你那个不具备神圣性 这是我说的 在书法表达书法家 新性的时候的 这个 三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